很難想像得到美國玩這個手段出神入化 竟然將這些法庭變成一個動物園 動物園不只有動物,還有小丑 其實我找回之前有一段新聞網民很不喜歡 當時南海仲裁無緣無故離開海牙法庭 原來海牙法庭的成份都頗爛爛烏 如果大家記得這段新聞都知道 他們是對美國友好的 例如關於美國的審查一定不會做 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判定 普京和另一位俄羅斯官員涉嫌化了戰爭罪 就是判令拘捕令 侮辱性很強 不是沒有普京 你是拘捕我們的領導人 我們這個時間去訪問 3月17日公佈了消息 去訪問俄羅斯 訪問俄羅斯和普京見面 你說我知道這個就是刑事拘留犯 雖然美國不關俄事 我都沒有入這個機構 是一樣的 當時如果大家記得 阿基諾三世 這位菲律賓的領導 當時的總統 就是在黃岩島爭端 推出那次的海牙國際刑事法庭 原來海牙有很多動物園和主題公園 為什麼說呢 當時的文章 很勞氣 2016年7月12日 有一群小小臨時組成的海牙國際法庭 對南海做出最終的判斷 這幾乎更猝 猝成怎樣呢 他是借力打力 有些朋友說 既然是這麼不客氣 有什麼非法組織 俄羅斯就當這個所謂海牙法庭 就是一個不是 國際刑事法院 不是當一回事 一俄羅斯不勝敬二 他沒有參與 三他沒有這個所謂國際的地位 所以說這個非法組織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一群人 是對著土徑來做的話 你是間諜還是特工 可能是由俄羅斯去決定 所以有些網民提議 我們不如反為起訴這幾位 真是負責 看到有一位日本人的身影 上次黃岩島建的海牙道理 那位法官有一位優惠 好像是日本人 我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 那幾個人就說 可能就是 到時可能 如果你是真的 我認定了你是特務 或者是破壞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的話 我真的去到不同地方的話 我找人 拉你回來 去審訊都可以 這是靠客 當然 甚至說 我們有些超音速導彈 可以從俄羅斯的艦隊 可以發射到海牙這個地方 梅德偉傑夫就不知可否 就在這裏笑笑口說 大家嘗嘗 那誰會被人指責 梅德偉傑夫以導彈來恐嚇法庭 所以 其實法庭就是香港 我都說香港是這裏笑文化 所以對於法律這件事 就很有超高的一個看法 凌駕國家的主權 凌駕國際的政治 一末就以為法的精神就很強 我經常說的就是 律師仔情意見 你不懂得聽也好 我是要說 因為這個真的 現在你看到出來 所以這不是律師仔情意見 這就是小丑情意見 法律在一個強權手上 可以玩到很多東西 所以不需要太過重視 太過神聖化 看得劇集多是沒有意思的 要平衡 單有法律是不會令世界運行的 這次俄羅斯也挺生氣的 因為實際上你真是烏鷹一樣 搞到他就下不了台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黑暴事件 都看到這些所謂法律 對很多審訊 大家都很有意見 這件事就不展開了 大家就是總之 我也是趁機說一句 原來這個海牙原來 變成了主題公園 甚至沒有這個主題公園 可能會被俄羅斯的超高音速暴彈威嚇 於是整件就變成像漫畫一樣 大家看看情況其實就不太美妙 另外普京都很怒氣 現在你越迫越緊 這些美西方 於是便建議大家 那些官員 麻煩大家不要再用這個 iPhone 原來iPhone 其實可能會 對國家安全 構成威脅 這個說話又很熟悉 美國又說抖音 華為全部都放在這個間諜的佈置 現在普京提出 iPhone 最好麻煩大家 不是少用 直接是不要用 之前作科為多多 提過一件事 就是Visa也不要用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印尼 其實可能很多時候 在國內政策也好 國外政策也好 或者對中國的態度也好 都可能招致到美國的不滿 你不滿的時候 就很可能 美國就會進行打壓 甚至無謂一種威脅 於是一早都說 你不要把那些錢 放進美國這些系統 甚至無法鼓勵大家用的信用卡 現在都要用國產 這是一個教訓 可能因為受到國際法庭通緝之後 所以要求俄羅斯官員 不要用蘋果手機 還警告蘋果手機 就有西方情報攻擊的可能 大家都知道 全球化已經去到一個分裂的階段 很有興趣想知道 如果在普京不用手機 或者iPhone 是否會鼓勵大家用華為呢 這就是一個新聞 大家可以聽得到 現在美國的單邊主義 其實令人感到不安 另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所說的是幸福指數 全球幸福指數 中國排在第一 頭位1% 反而印度也排得很高 84% 美國跌得很高 你看到那個排位 日本也更加很後面 一套姓氏文自己慢慢去演繹 不過我想說 現在內地就有一些很不同的反應 就是說 因為通過官媒環球時光燈的消息 就說這個幸福指數很高 那竟然之間引來群渣 或者說有不同的人 在網上留言說 我們很幸福 沒事吧 我不想和新聞裡面跟你談 我就回到達灣區 有朋友 她是年輕人 她是中產 她的家也不錯 自己也很專業 她是新車 我還是入口車 也有自己的房子 結婚生了一個女兒 她也很生氣 我一個人找三個人吃 這個女兒在中山 現在教育也很不公平 還是求學要求分數 學費也很貴 讀有轉也很貴 但是又要做這個補習 因為為什麼呢 好像要轉好的學校 基本上跟香港一樣 都有一些少許怨言 一個人找三個人吃 其實又要供樓供車其實挺辛苦 所以說你在這個情況出來 無論你的全球幸福報告 就是知名民調也好 或者之前聯合國也出過 幸福之數 與聯合國的計數 中國排得很低 70多 不要說這些民調的關係 其實就是有緣起不出奇 真的他們所謂內地的中產 也是很辛苦 所以你有了這個說話出來 我們警示了什麼呢 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國家 最需要什麼呢 需要有國教和家教 家教很重要 比如說你對子女讀書的態度 對國家的認同 對前途的看法 國教的意思是說 你要知道其實中國 我們這個國家 走到今天是突來不易 怎麼說呢 昨天我都引述了一首七律 當時的七律 我就用來講現在的外交形勢 就是這首七律是有意思的 就是雪押東雲白水飛的首詞 是有意思的 因為當時是1962年 中國的三年饑荒 很慘 那它的饑荒是來自什麼呢 這首七律和蘇聯的集團 我們是被硬脫勾之後 我們自己從一個農民社會 走到一個所謂公月化 甚至沒有溫飽的社會 都跌跌碰碰 是犯了很多錯誤 而出現了很多問題 這六二年不僅有飢荒 外面還要對中國非常不友善 甚至是要遺棄中國 所以當時會逢 有些網上不知是什麼人 鋪上一些照片 例如60年代 不是鋪一些慘的東西 例如小孩子上學 很純潑 有些人說現在是金不如釋 釋釋才是最好 你缺乏了一個國情教育 就是之前我們是很慘 你看到這些那麼純樸 有鄉間、土地、農地的時候 其實我們背後是很辛苦 不是說我們現在比以前更慘 講這件事真是我兩個字 我做人做得久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這兩句話 你叫做孟室 為什麼是孟室 沒有人跟你講以前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回到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你經常都要做一些叫益虎思田 中國怎麼走過來的 很多老的學者都說了 其實那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我們是被兩個的超級集團 是硬缺勾 完全是孤立在這個世界之外 是我們憑自己獨立打拼出來的 所以今天我們走出來 是一個城市化 是不是我們很慘 如果相比於六十年代 這個叫做梅花歡喜曼天雪的年代 這個叫做梅花歡喜曼天雪的年代 就是說我們是受到這個時代的考驗 和我們練力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益虎思田 這是國教的 第二是家教 現在內地很多的工資 也是所謂的美西方精神主義 你們眼前是有些 公樓、公車很辛苦 公樓、公車很辛苦 這是Happy Proper 而你說到這個世界很不公平 我讀完這麼多書之後 我都沒有舒適生活 你慘不過六十年代 飯都沒得吃 我們的工業化是靠什麼 如果不是靠這個政權的穩定 和專注 這裡熬到今天 你可以有這麼悲慘的遭遇 就是公樓、公車 所以說 國教、家教很重要 而這些家教也不是說 就這樣去讀多些補習班 所以就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我們可以高人一等 然後我們找了什麼 我們可以賺錢 如是者 你亦都沒有了一個視野 沒有了大國斯文的一個視野 和一個鬥志 遲早大家坐在一起 一起玩 遲些可能 我換了一輛歐洲名車 再換了一層四房的大樓 我仍然在怨近 因為我幸福了道地 為什麼我仍然是公車公 好 當你公車公到公園了 你又可以覺得 我現在很不公平 為什麼某某某人 大陸都沒讀過 就可以有這麼多資源 可以做到什麼 永遠是怨不停 誓不知你真的需要我們益苦思田 和香港剛剛稱讚阿怨 我想現在這些年輕人就真的 因為他們沒有益苦思田 因為他們的待遇 他們的遭遇 比我們80年代讀書的人還差 我們讀書的時候 應該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機會很多 所以我們幸福指數已經很高 你現在看到 那些小朋友說益苦思田 似乎說不過 但問題就是 國城教育 或者是家教 在於這一代人 所謂讀書的家長 你自己有什麼世界觀 中國觀 歷史觀 是否正確 我現在生活的是非常之不滿 非常之不好 因為制度又不夠優越 我們又不夠民主自由 你會有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益苦思田就是過往的歷史 我們都沒有試過 我們在香港 我們聽過益苦思田 突然間有得吃 突然間說 不如餓幾天 我餓幾餐 之前我們是沒有糧食的 我們知道得樂得義 是否需要這樣的教育 類似 當然不是叫大家 現在 大家什麼都會吃 我們知道益苦思田 於是會增加你的幸福感 其實實並不是 幸福感 其實我昨天都已經說了 除了你的生活之外 其實我們的年輕人的使命是什麼 其實習主席那篇文章 香港又不太有迴響 不知道為什麼 對於習主席的卓麗前行 大家的意識 不是意識到意識 可能當作一指的外交的宣言 卓麗前行 其實之前說的是二十大事 是卓麗奮發 這個精神是 卓麗奮發 勇毅前行這個奮發精神 其實是否需要推動呢 是不是我們需要做些教育呢 不要說現代自由 說西方民主 又不是說法律精神 所以就叫做 所謂的完備 世界觀已經完備 我們的歷史觀已經完備 中國觀已經完備 香港官 香港就說 香港怎麼看自己 如何融合中國的發展 這些是否需要做工程呢 雖然這些工程 不能即時收益 都打不到分數 但問題是這個真是基礎 大家好 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 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